来了客观 美国惊悚篇 于2022年上映的赞无出口 达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瘾君子 正在康复中心进行第七次治疗 母亲和姐姐都对达比失望透顶 早就和她断绝了联系 达比从不认为记忆是件重要的事情 来到康复中心也是因为如果不配合治疗就会入狱 与家喻僵持的情况持续已久 就连母亲患重病住院的消息 也是姐夫偷偷通知达比的 达比心中实在担忧不已 本想给姐姐打电话询问 但在康复中心里 借隐的人常常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 向外打电话或者试图逃出去 工作人员并不相信达比 她偷偷借来别人的手机联系姐姐 谁知姐姐竟然也与工作人员的想法一致 此时的达比已经来不及计较这些 心中的孝道促使她 不顾一切也要回到母亲身边 达比趁深夜溜出康复中心 偷走员工的车踏上回家的旅程 却不料途中遇到特大暴风雪天气 周期公路都被全部关闭 达比迫不得已来到休息站暂坐停留 当她驱车来到休息站的大厅 发现已经有其他四位旅客 现已不来到这里 达比没有在大厅过多停留 她本想要给姐姐打电话说明情况 谁知姐姐发来的短信 令达比陷入沉默 姐姐和母亲都不愿意原谅她 更不会见到只会惹麻烦的她 达比既失望又难过 她想说点什么 争取姐姐的原谅 谁知在这个偏远的休息站 手机根本没有信号 达比只好冒着暴风雪 到屋外寻找信号和姐姐联系 可转了一圈之后 仍旧一无所获 正当达比准备回大厅时 一旁的蓝色面包车 突然发出奇怪的声响 她擦掉玻璃上的积雪进行查看 不料竟然发现车厢里 有一位拼命挣扎的女孩 女孩手脚被绑 嘴巴也被交代封着 赫然正是被人绑架的迹象 达比瞬间慌了手脚 第一时间想到要救人 但车门紧锁根本无法打开 即便她有心救人 却也实现不了 达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后 她做出一波冷静的分析 休息站地处偏远 凶手一定就在 其他四个人中的某一个 目前并不知道凶手有没有武器 达比绝不能贸然向其他人求助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达比继续装作寻找信号 把车牌号拍照取证后 达比在玻璃上比划着告诉女孩 自己一定会救她出来 随后达比躲在自己的车里报警 这只此时手机仍旧信号全无 无奈她只能见机行事 除了她 大厅里的四个人都有嫌疑 达比的眼神变得格外犀利 或许是察觉到她异样的目光 白人大妈山地主动介绍自己 并热情地邀请达比入座 在她的引导之下 丈夫艾德以及另外两个年轻人 纷纷都开口介绍了自己 角落里摆弄火柴的叫拉尔斯 长凳上呼呼大睡的叫阿什 此时艾德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心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大家一起玩牌赌钱 拉尔斯一口回绝后 主动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游戏 吹牛 她仍有兴趣地讲着规则 但其实排桌上几人各自心怀鬼胎 根本没有仔细听讲规则 游戏开始后 达比先发制人套话 山地和艾德家住华盛顿 山地之前是一名护理师 退休后在有钱人家做起了保姆 艾德是一位陆战军人 在军队里养成了打牌的爱好 像吹牛这种游戏 她只要看人的表情 就能够轻易判断出结果 根本不用看牌 按照规矩 达比也如实讲出家里的地址 很巧的是 自己的父亲也曾是陆战军人 他参加过费鲁杰战役 阿石自称家住旧金山 他谈吐幽默风趣 对保护国家的军人也很尊敬 唯有拉尔斯闪烁其词 不知道到底是太阔专注于自己的牌 还是在故意回避 达比假装好奇继续追问 大家这趟旅程要去哪里 这一次 拉尔斯小声嘀咕了一个地名 恰巧就是车牌号所属地内达华州 达比心里猛的一惊 他望了望窗外的面包车 时不时地观察着拉尔斯的状态 恰巧此时 拉尔斯因竖牌情绪失控 将好好的指牌摔落一地 拉尔斯的神经质脾气暴躁 这令达比更加确信 他应该就是绑架女孩的凶手 趁几人忙着剪牌的时候 达比来到厕所 发送报警信息 结果手机仍旧没有信号 他害怕女孩遇到危险 于是来到仓库拿工具 达比用钉锤撬开木板 从女厕所的大洞钻了出去 随后绕到休息站 悄悄来到蓝色面包车旁边 在风雪和夜色的掩护下 达比用着锯条 小心翼翼撬开车门 钻进车厢 刚想要帮女孩松绑 结果看到她手腕上 有个粉色腕带 上面显示 女孩患有爱迪生士病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开锁的声音 达比神情慌张 环顾四周 向女孩做了一个惊生的动作后 连忙蜷缩在角落里 达比用车厢里的一条毯子 盖住自己 进来的人果然是拉尔斯 她的口袋里还揣着一把枪 愤怒的她 嘴里一直骂骂咧咧 当听到女孩恐惧的乌液声后 拉尔斯立刻收敛自己的情绪 她喊着女孩的名字 小杰 试图安抚她恐慌的情绪 并且拉尔斯还将暖气打开 想要让小杰暖和一些 可这些对于小杰而言 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这时 拉尔斯突然发现 遮挡车窗的纸板被小杰蹭掉 她连忙重新遮好 并安慰小杰 只要到达目的地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眼看小杰的情绪依旧不稳定 拉尔斯决定回去拿一些零食 说不定可以让她暂时冷静下来 当她自顾自地离开后 搭笔丢下去来的工具刀给小杰 并准备下车去寻找帮手 谁知拉尔斯回来后 差巧钥匙掉落在地 这让她发现了车边留下的脚印 顿时意识到大事不妙 此时达笔悄悄溜回了厕所 听到阿什寻找自己的声音 她如同抓到了军命稻草一般 连忙将阿什拉进隔间之中 重准备开口说话时 拉尔斯突然跟着脚印追了上来 达笔健壮 连忙亲上阿什的嘴唇 拉尔斯顿时尴尬不已 连忙离去 见她走远后 达笔立刻向阿什说明了绑架的事情 阿什听怕瞬间有些错愕 但立刻又神色如常 她第一时间想到的办法就是报警 可达笔已经试过发送报警短信 手机根本没有信号 如果等警察的支援赶到 达笔又害怕小姐的疾病复发 会对她造成危险 冷静下来后 二人商量出一个计划 如果拉尔斯真的盯上达笔 那达笔就先引走她的注意力 这样可以给阿什足够的时间去通知艾德 相必她应该也有枪 可达笔担心她没有枪 那么将会给大家都带来灾难 阿什觉得有道理 于是从工具堆里翻出一把毛巾枪 正让达笔稍稍冷静下来 他静止经过大厅走向外面 拉尔斯果然中计 联盟惊慌地跟了过去 此时达笔快步走到面包车上 他干脆利落地替小姐撕掉嘴上的胶带 想要立刻带小姐逃出去 然而小姐开口第一句话 就令达笔惊出一身冷汗 原来绑架的事情不止拉尔斯一人所为 阿什竟然也是凶手之一 达笔正正地望向大天的方向 赫然看到拉尔斯将自己的手枪交给了阿什 阿什责怪他不会说话就闭嘴 现如今造成残局还需要自己收拾 二人一番斗嘴之后 一起走向面包车的方向 深知打开车后 小姐仍旧完好无损地待在车上 达笔早已经消失不见 外面暴风雪愈演愈烈 达笔三人却迟迟未归 艾德心中隐隐察觉到有些不安 可一旁的山迪不想让他多管闲事 无奈他也只能待在原地 恰巧此时阿什发现了达笔的身影 他猜到达笔会绕到大厅 寻求山迪和艾德的帮助 于是阿什淡定地穿过大厅 来到厕所里拦住达笔的巨路 阿什手持枪支威胁达笔 无奈他只能交出自己的手机 眼睁睁看着报警信息被删除 阿什饶有兴趣地看着手机短信 发现达笔的姐姐发来的一系列话语 这时他才得知原来达笔是个毒虫 堂堂战争英雄却有这么一个女儿 这冷嘲热讽的话语 无疑不再刺痛达笔的心 虽说表面父亲是个战争英雄 但战争结束 父亲回到家后竟然选择引弹吸取 阿什玩弄着手上的枪 询问达笔 他的父亲枪口指在了哪里 似乎有意无意地在警告达笔 如果他继续多管闲事 结局就会和他的父亲一样 阿什嘲讽达笔是个毒虫 可在达笔眼里 他也不是什么好人 阿什却表示 自己不会伤小杰分毫 只要小杰的父亲付了赎金 他保证小杰会好发无损地回到家 相反如果达笔多管闲事 阿什一定会亲手解决他 并且外面的山蒂和艾德 自己也不会放过 况且达笔插手这件事对小杰而言 根本没有任何帮助 因为小杰患有爱丽生士病 一旦情绪激动 肾上腺素就会飙升 不及时治疗的话就会危及生命 二人谈话间 山蒂突然推门而入 阿什立刻装起手枪 亲吻在打笔的额头上 临走前还对他进行了言语威胁 此时艾德也意识到不对劲 从拉尔斯闪烁的眼神中 他察觉到 一定有不为人知的事情发生 于是艾德独自冒着风雪出来检查 但没有面包车的车钥匙 他也不能擅自闯入 无奈艾德最终还是回到大厅里 里面的小杰也很机灵 听到有人在外面后 他就立刻停下手中的动作 以防打草惊蛇 夫妻二人温婉和善 他们心系达笔的安危 达笔自然也是很信任二人 更不想他们因为自己而出事 所以他只好将绑架的事情埋在了心里 无个人再次重聚在大厅 他们的心随着暴风雪的猛烈 也逐渐变得不平静起来 每个人心里都各怀鬼胎 达笔时不时的望向外面 盯着小杰的动向 希望他能够快点逃出来 恰巧此时小杰已经从车中逃出来 他瘦弱的身影正在暴风雪之中 达笔发现后心中惊喜不已 在与阿什·拉尔斯眼神交汇之时 二人也发现小杰逃了出来 拉尔斯急忙跑出去 达笔和阿什也紧随其后 达笔本想趁机偷袭 可他哪是阿什的对手 阿什怒火攻心 如果不是达笔插手 也不会出现这么多意外 就在阿什死死掐住达笔的脖子时 拉尔斯颤颤巍巍走了进来 他从没有想过伤害别人 看着阿什的举动 他呆愣在原地 情绪也变得格外激动 阿什急忙安慰拉尔斯 丝毫没有注意到 他们的车钥匙掉落在地 达笔趁机悄悄收了起来 有他在 小杰一定会回来 所以二人压着他来到登山道寻找 他们边左边闲聊 达笔再次开始套话 从谈话中 他才发现阿什和拉尔斯为继父工作 继父是贩卖藏伙的头目 绑架小杰根本不是为了敲诈勒索他的父母 而是将他送到一个新的家庭生活 阿什意识到不小心说出了真实身份 他立刻改口命令达笔 让他呼唤小杰的名字 结果还没喊几句 达笔突然用手电筒强光照向二人 在他们失去视线的那一刻 达笔从一旁的山坡滚落下去 阿什手忙脚乱地抠动扳机 枪声响彻在天空之中 艾德身为退役军人听到枪声后 他立刻赶了出去 山地却依旧地无动于衷 幸亏艾德这次坚持自己的想法 走出去将昏倒的小蝶救起 与此同时 达笔声东击西 也成功从阿什和拉尔斯的视线中逃出 他急忙来到大厅 向艾德和山地说明一切 如果他们现在不逃走 阿什会用枪杀了他们所有人 可一切为时已晚 阿什在外面对着几人叫嚣 并准备直接冲进去将他们解决 却不料艾德竟然也有枪 双方都有枪的情况下 贸然闯进去十分不利 就在二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 拉尔斯却提出一个重要的点 那就是小杰需要吃的药在他们手上 如果他没有用药 就会有生命危险 山地是护理师 他也明白这一点 阿什本以为胜权在握 谁知达笔手上也有他们的筹码 也就是面包车的车钥匙 艾德想要通过钥匙换取药品 很显然 阿什二人并不想接受 毕竟小杰对于他们而言 就等同于倒嘴的鸭子 最终阿什决定拿来汽油 或在休息站木屋的周围 艾德不相信他们会烧毁休息站 毕竟小杰这棵摇钱树也在大厅里 他将自己身上的钥匙扔给达笔 嘱咐他把所有钥匙都藏起来 如此一来 即便小杰回到阿什的手上 他也无法逃离休息站 艾德和达笔手持工具 山地也拿出自己的防狼喷雾 如果阿什和拉尔斯冲进来 他们就能够当即制服二人 此时阿什举着手里的火柴 不断念着倒计时 山地心里恐惧不已 想要妥协 毕竟为了一个陌生人牺牲掉自己的生命 山地做不到那么伟大 就在倒计时一点点接近零的时候 小杰突然清醒过来 他一句话令三个大人呆立当场 原来山地就是小杰家的保姆 也就是阿什二人的共犯 之所以能顺利的掳走小杰 也多亏有山地的帮忙 至于他们在这里会合 是因为山地要给他们送小杰的药 眼看身份被戳穿 他朝外面大喊爱得没有枪 也是在告诉阿什二人可以进来了 但山地做这一切不是没有原因 银行突如其来的电话告诉他 夫妻俩所有的积蓄和未来都没了 山地的世界瞬间崩塌 爱得喜欢赌钱 他无法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于是才在网上联系到阿什 和他们配合绑架走了小杰 交代完一切 山地放阿什二人进来 并给小杰及时注射了药剂 这时 达比戳穿阿什的诡计 他们根本不会问小杰父母要赎金 而是会把小杰卖给另一家人 尽管小杰父母会给出高赎金 但如果阿什和拉尔斯没有完成任务 他们的生命会受到威胁 山地瞬间有些错愕 可是到如今选择了这条路 他只能咬紧牙关走下去 既然现在小杰的身体已经恢复 阿什二人可以即刻离开 他们不断逼问钥匙的下落 爱得表情坚定仍旧不想屈服 他明白一旦交出钥匙 其人一定也活不下去 谁知这一席话惹怒阿什 半觉一声枪响 爱得一声倒地 山地拿着防狼喷雾冲上去 也只不过是上前送命 气氛瞬间变得焦灼起来 拉比想要趁机捡起防狼喷雾 却被阿什强硬地拽走 尽管他拼命挣扎 但仍旧逃脱不了阿什的手掌 最后阿什用锚听枪 将达比的手腕钉在了墙上 一旁的拉尔斯健壮惊慌不已 他从未想过伤害任何人 更没有想过残害生命 为了工作能够继续 阿什不断安慰拉尔斯冷静下来 事到如今达比仍旧没有放弃希望 他想要把脚边的锤子踢过来 可无奈根本做不到 达比只好将希望寄托于小杰 在他的言语安慰下 小杰才颤颤巍巍地爬了过来 把锤子递给达比 就在他准备撬开钉子时 阿什和拉尔斯突然折返 恰巧此时一条新短信传出 达比的母亲身患重病去世 紧接着另一条消息传来 报警信息已经发送出去 阿什心急如焚害怕警察抓到自己 于是他只好强硬地抓着小杰 依他来威胁达比说说钥匙的位置 一旁的拉尔斯于心不忍 立声喝止阿什却根本不起丝毫作用 达比为了他和小杰能存活下去 他如实交代了钥匙的位置 这样支走其中一人 达比也更好对付他 果然 阿什把墙交给拉尔斯 嘱咐他看好小杰和达比 他自己一个人去外面找钥匙 通过今晚的经历 达比发现拉尔斯并不是吃坏之人 也不会伤害小杰 达比环顾四周找到一个突破点 他吩咐小杰去把灯关上 拉尔斯的注意力全然被吸引 他不想伤害小杰 更不想伤害达比 此时达比趁机服下药粉 趁精神虚晃之时用锤子 把锚钉活生生拔了出来 就在拉尔斯摆脱小杰纠缠开灯时 达比举着锤子冲上来 拉尔斯手忙脚乱开了一枪 找到钥匙的阿什立刻赶了回来 达比自知不敌两人 赶紧带着小杰逃走 可情绪失控的阿什 不小心扣动锚钉枪开关 小杰害怕达比受到伤害 连忙扑了过去 阴差阳挫之下 锚钉顺向拉尔斯的额头 他一时间如同受惊的小孩子 惊慌失措地抬起了手 想要摸一下伤口 可疼痛感逐渐加剧 拉尔斯的力气渐渐流失 他伤心地重复着自己想要回家 阿什也不敢相信 锚钉枪竟然误伤了自己的兄弟 他瞬间呆愣在原地 背上的泪水从眼角流出 一直以来在拉尔斯身边 阿什都扮演着哥哥的角色 他想要带自己的弟弟回家 可现如今这个愿望已经成为奢望 拉尔斯再也回不到身边 阿什绝望地看着他的尸体 达比和小杰趁机逃走 本想要开车逃走 结果阿什举着锚钉枪连续射击 惊慌之下 车子撞到柱子上 达比和小杰昏迷过去 阿什绝望地走到休息站门口 一把火将小木屋烧毁 他望着拉尔斯的尸体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这时 警车声突然响起 阿什收拾好情绪 手中紧握锚钉枪 他谎称这里出了一场车祸 暗中却在司机偷袭警察 谁知达比已经醒来 他颤颤微微摸到手枪 并探出窗外扣动扳机 阿什中枪倒地 警察误以为达比是凶手 枪口朝着他扣动扳机 阿什趁机捡起锚钉枪进行偷袭 带对方倒地后 阿什打走他的配枪 戏谑地抵着达比 他会履行自己的承诺 让达比死的样子和他父亲一样 只可惜阿什过于得意 丝毫没有注意到 达比还带着一把锋利的匕首 达比果断地将匕首插进阿什的脖子里 鲜血瞬间染红了雪白的大地 支持阿什彻底失去呼吸 达比才松开紧握匕首的手 这时 小极的声音突然传来 达比求生的欲望重新燃起 他扑服到警察的身边 用传呼机呼救 最终达比和小杰都活了下来 这场事故下来 他体会到了生命宝贵 这一次借淫的旅程 达比没有再逃避 他在康复中心坚持借淫 习心革面成为全新的自己 姐姐被达比的诚心所打动 姐妹二人终于重归于好 暴风雪山庄 是退离影视作品中的经典模式 他指的是一群人 被困在一个封闭环境内 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且所有人暂时无法离开 与此同时 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起案件 而真凶就藏在这些人之中 本片《暂无触控》 也是这类题材的影片 通过主角的视角 一步步揭开凶手的真面目 一个接一个的反转 也十分精彩 在故事最后 家家也就是打笔 藏起来的一包药粉 出乎意料地 帮他逃出困境起了作用 这也正应了那句话 水能载周亦能覆周 这个伏笔十分的巧妙 也打破了打笔 落魄潦倒的隐君子形象 让观众为其惊人的勇气 机智和战斗力所打动 小青认为最精彩的反转属于 当打笔以为自己寻找的帮助时 实际上找到的仍旧是凶手 不免令小青产生一种 脊背发凉的感觉 不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小青哦 好啦小青分享是要打烊了 如果喜欢 记得帮小青点个赞哦 你们的鼓励是小青坚持不懈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Mua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